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灯叫的 情况怎么样 打灯叫的 院子里天黑之后就没亮灯 也没人警出 一点动机都没有 看你仔细了 绝对没错 我意思吗这儿是被毒晕了 行 小孩 上 来 来来来 过来 你们肯定吃了雄心豹的胆 赶到这里来 就你们这些偷鸡摸狗的计划 还敢来这儿 投降吧 黄巨幽带俘虏 赶紧跑 兄弟 兄弟 王八蛋 王八蛋 不好 没子弹了 更好 没子弹了 可能没有子弹了 抓活他 跟小鬼子拼了 跑 糟糟糟糟糟糟糟 没人 你找我 你吃 Samsa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哥 那谁呀 管他谁呢 打小鬼子的都是自己人 小林 让他们撤 我掩护 是 快 我们走 跟我们走吧 撤 走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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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进去 凤凰山的兄弟们 这比较安全 你们就暂时住在这儿 你到底是谁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这位是我们队长聂天明 新四军 对 新四军 关于国宝的事 苗老先生已经和我们联系过了 但是非常可惜 让鬼子抢先了一遍 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行动 就猜到你们是凤凰山的人 所以设下了埋伏 营救你们 我另外还派了一队人 去抢国宝 但是非常可惜啊 小五则防范隐秘 我们失败了 我问你 你救我们 你图什么呀 当然要救 大家都凶鬼 更何况 你们也是为了夺回国宝 哎呀 说得好听啊 是救咱们 其实是利用我们 调虎离山吧 啊 哈哈 时间不早了 大方不下来休息 最近风声很紧 你们不要出去 过一段时间 我送你们回凤凰山 我们要去哪儿 就不劳你操心了啊 给他们水 还有干粮 有什么要求 请来万组 是 是 是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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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三兄弟 心情不好吧 没什么事 念的力啊 就不劳你费心了 这次抢国宝 你损失了不少兄弟 这种感受我理解 白兄弟 有什么打算吗 是回凤凰山 还是接着抢国宝 当然是把那批货抢回来 我不能让我兄弟白死 可是你就剩这么几人 跟小日本那么多人干 恐怕是九死一生 死就死 我们都是刀口上混饭吃 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不管剩几个人 我必须给我兄弟抱着 好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不怕死的英雄 我聂天明佩服你们 我想 以落草为寇 肯定也是没有办法 要不是走投无路 谁会愿意做这种勾当的 你说是不是 可你想过没有 这是长久之计 现在小日本 则情愿往中国 如果亡了国 我们就成亡国奴了 那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中国人 应该拧成一股绳 给小日本盖 三兄弟 你是有血性的汉子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堂堂正正轰轰烈烈的 在战场上跟小鬼子干 说得好 念安 不过我 我从你这话里 听出点意思 说吧 加入新思军 跟我们一起打打字 一起打打 加入新思军 就光为了老百姓 可以过上好日子 一定要把日本人 赶出中国